今天要讲到的是两股黑社会 在二十年前的一次持枪和炸药的火拼 导致四十多人死亡 其中一个黑社会头子被杀后 还被开堂偷腹失重 如此惊天大案堪称建国以来 极少有的 有意思的是 这个黑社会头子杀人之后 七年内竟然无事 直到四川省公安厅重视此案 才将其列为通缉逃犯 之后 他竟然又从容潜逃十年之久 才投案自首 如果说他没有保护伞 你相信吗 这起惊天血案 发生在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 青川县是个小地方 也是国家级贫困县 但县内的白龙江却是一个聚宝盆 早在汉代开始 白龙江中就发现了金沙 建国以后 金沙开采属于国家性质 老百姓不能涉足 改革开放以后 政府以发展经济为由 允许民间在这里采金 顿时 小小的青川县沸腾起来 打批淘金者涌入 1983年开始 政府开始收钱办理采金许可证 每个证收费一千多元 而只要找到一个好位置 淘金者一年最少能赚上万 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才几十块 所以最初淘金者都赚了大钱 很多人腰缠万贯 穿金带银 吃喝嫖赌 自然他们少不了给当地官员上贡 也带动官员成为富人 只是青川县的经济却毫无起色 仍然穷困潦倒 是国家级贫困县 真正淘金的高潮 却是在九十年代 国家规划在一九九六年 于白龙江上兴建宝珠四殿站 也就是说白龙江要变成白龙虎 原有河道全部会被淹没 无法淘金了 地方政府却不愿意放弃 这个捞大钱的项目 开始最后的疯狂 允许民间无限制淘金 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淘金者 随即宣布 可以进行两年的最后抢万 每批淘金者只需要办一个许可证 交那四万元就可随意开采 在青川开采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 只要你能够看准一个好的开采点 一年搞个几十万 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一时间周边无数淘金者 全部涌到这里 顶峰竟然高达数万多人 急需捞最后一笔的政府 在短短两年内 发放了几百多个许可证 原青川县黄金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那时办理采金许可证很简单 只需要申请人写个申请 交钱就可以办证 基本上不会审核申请人的资料等 而办证后 开采者看中主矿区外的哪块地 就直接在哪块地开采 根本没有人管 当年是行政配置 哪个官大 哪个说了算 没有什么法律法规一说 有钱就可以办证 开采秩序混乱 正是因为政策的不完善 管理跟不上 开采秩序混乱等因素的影响 最终导致了青川血案的发生 青川地处川陕甘三省交界处 属于三不管地区 治安情况复杂 此时一下子涌进来数万外地人 靠县公安局这点警力 可想而知会乱成什么样子 大湾村村民王天江回忆 青川县沙州镇大湾村一带 是当年采金最火爆的地方 人称金河霸 那时整个河段到处是人 白天黑夜淘金 当时整个河段都是采金者 每天少则几千人 多则上万人 由于警力不足 加上县里财政困难 实际上基本没有管理 完全处于美国西部那种 弱肉强食的情况 原青川县黄金管理 菊沙州站站长李爱民回忆 当时管理很混乱 加上淘金者 很多是周边的社会闲散人群 甚至为两劳释放分子 经常惹是生非 甚至打群架凯人 几乎每天都有大小案件发生 个股较大的淘金团伙 为了避免被人欺负 自己武装起来 在当地有根基的团伙 多请来青川甚至广源的黑社会分子 持枪看场子 外来户无法请来当地黑社会 就组织一些外地的流氓 持长刀猎枪站岗放上 在金河坝里 凡有名的红窝子 就是出金率较高的矿井 淘金团伙大多有个是枪支和弹药 政法机关不定期突击搜查 每次都能收缴一批武器 不多久 又发现第二批 只能再去收缴 收缴的大部分是猎枪 但也有一些制式枪支 甚至微型冲锋枪 金老板有的是钱 加上朋友多交友广 搞几支枪根本不是问题 一些强硬的金老板 还进行黑吃黑 打探到哪个金窝子挖红了 或者强行入骨 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低价买进自己开采 或者干脆白拿强药 据当地人说 那两年 淘金的河道上早晚枪声不断 有的是淘金团伙 请的流氓对天明枪 展示自己实力 吓唬别的团体 有的则是淘金团伙 正在实弹演习 准备应付黑吃黑的火拼 经常有人受伤 甚至送命 杀人越货 拦路抢劫的各种消息 在青川县到处流传 青川当地人 对此又惊又怕 一般从不敢涉足这些地区 甚至警察一两个人 也不敢擅自进去 毕竟这些团伙都有枪 1994年初 青崎镇大水村农民在家门前发现一个很好的金矿 没想到第二天 金老板的几个打兽就冲上门 将这个农民毒打一顿 企图把金窝子硬抢过来 来劝架的其他村民也被打倒 甚至砍伤 在忍无可忍 退无可退的情况下 该农民用打猎用的散弹火药枪开枪自卫 一枪射过去 当场击毙一人 伤二人 愚者落荒而逃 附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也为死伤者均系地痞流氓 经常骚扰林里 事出有因 加上众怒难犯 此事以村民合理自卫结案 开枪农民被拘留几个月后 无罪释放 此次案件背后主使的金老板 就是后来青川血案的主角李红 面对这种乱象 很多人都忧心忡忡 认为迟早会出大事 果然还真的出大事了 金老板李红 是青川本地的黑社会头子 他虽是社红线人 却在青川多年 已在本地娶妻生子 算是青川人了 此人在当地混了很多年 黑白两道朋友众多 成为当地一把 从1992年开始 李红主要采用黑吃黑的方式 直接从别的金老板手中抢挂 然后转手高价卖给别人 他小弟多 朋友也多 公检法都有人 一般金老板都不敢招惹他 李红自称青川的龙头大哥 万万没想到 1994年初 李红派几个小弟去收拾一个农民 却意外失手 还被打死一人 李红觉得丢了面子 曾经试图去砍死那个农民全家 后来在几个朋友反复劝告下 才知道众怒难犯 勉强忍住 1994年10月 李红又看中了金老板李代明的一个矿 前不久 李代明刚刚开的一口采金井 产量很大 据说每班可采金600余克 除去百分之三十的开销 每班可净的杀金400余克 虽知道李代明也是青川的一个老大 不好惹 李红仍然派了小弟去他的矿上强行开采 实则抢挂 这个李代明是江油人 也是当地的一个流氓头子 后看到青川淘金利润很大 就组织了一批流氓来到青川县淘金 所谓强龙不压地投舌 但李代明确实猛龙过江 他并非普通流氓 而是江油第一建筑公司小干部出身 很懂得搞关系 他的朋友众多 尤其有政府方面的关系 上面也有人罩着他 并不怕事 见李红上门搞事 李代明毫不示弱 派出小弟持砍刀驱赶李红的人 见李代明十分凶恶 李红的小弟也有些害怕 慌忙跑了回去 李红见李代明赶和他硬碰 不绝大怒 他认为李代明一个外地人 竟然来青川县他的地盘撒野 真是不想活了 李红很快放出话来 要收拾李代明 哪里知道李代明也不怕 还说我李代明是谁 弄刀弄枪谁怕谁 当我是脑肿 几天后的十四日 李红亲自带着十多个人又去脑事 李代明知道以后 立即带几个小弟持砍刀去驱赶 没想到这次李红的手下戴着枪 李红下令用枪指着他们 让别动 李代明冷静权衡轻重 在枪口下没敢还手 结果几个人全部被李红小弟打伤 头破血流 好在伤势并不严重 走的时候李红得意洋洋的放话说 献你三天交出矿来 不然下次砍断你两条腿 还要开你的膛 李红这伙歹徒走了以后 受轻伤的李代明越想越气 此时李代明的姜油同乡 也是流氓的朱明文 廖天成 周禄贵等人 慌慌张张的找到他 他们听到风声 说是李红四处花钱找人 前后找了近百人 准备三天后来抢李代明的矿 还要砍死你 李代明气愤无比 用力一拍大腿说 他妈的 老子跟他拼了 就算倾家荡产 也要他的命 李代明将多年混黑道的积蓄取出 让朱明文 廖天成 周禄贵他们也去雇人 尽量多搞些枪支炸药来 准备火拼 李代明特别交代 这次不是打架教训李红 而是要他的命 所以不要找一般的小混混 要找那种两牢释放 敢做大案的家伙 有了钱就容易办事 他们很快召集了八十多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刑满释放的暴力犯 为了钱什么都敢做 他们还搞来了大量自制火枪 和五连发猎枪 以及几十个自制炸药包盒 自制炸弹若干 自制炸弹本来是开山用的 威力巨大 炸死炸伤人绝对没有问题 李代明却还嫌威力小 在里面混上了大量铁沙子和铁丝 目击者说 他们为防止哑炮失误 还安装了双雷管 这简单实用 威力巨大的土炸弹 共制造了二百余煤 这边李红已经找齐了一百多人 准备了猎枪 火药枪 砍刀 斧头 自制炸药等凶器 似乎人员装备比李代明还多 却没有战斗力 为什么呢 这次是李红轻敌了 有过上次李代明不敢还手的先例 李红认为他没什么用 是个软蛋 所以这次李红并不是要去真的砍死李代明的 只是虚张声势 想要吓跑的 李红请的这些流氓 很多都是青川县的小混混 甚至是无业青年 其中一些人从来没打过架 还有一些甚至是来打工的农民 那这么这些人为什么跑来站台 就是为了一点小钱 李红许诺给他们每人二百元出场费 这一百多人都是乌合之众 甚至互相多不认识 为了自己人避免误伤多给医药费 李红让他们都在胳膊上绑个白布 相比没什么文化的李红 李代明毕竟小干部出身 更狡猾一些 他花钱买通一个李红的手下 始终掌握着李红的动向 这个手下在10月17日上午告诉李代明 李红先请这些打手饱餐一顿 然后安排人租来一辆大客车和两辆中巴车 让全部人员上车 在车上李红给他们分发了刀枪和炸药包 准备杀向你的金矿 到了李红已经出发的消息时 李代明已经做了精心准备 他们制定了半路伏击李红一伙人的战术 李代明命令部下这群亡命徒 先用炸药炸 然后用枪打 最后刀砍追击 如果敌人太强 那么就打了就跑 不能连战 李代明这个家伙心思细密 甚至准备了伤员救护队和撤退时渡河的船只 李代明的目的就是砍死 至少砍残废李红 让他不敢再来搞事 为了这个目的 李代明倾家荡产悬赏很大 绝对不是李红抠门的只肯住200元 李代明宣布打死一人赏一万 打残一人给3000 砍死李红的另外有重赏 李代明还做手下思想工作 你们放心动手 李红这家伙是黑社会 被我们打了也不敢报警 没事的 就算他报警 我在县里很多朋友 掏钱就可以摆平 于是 李代明他们一伙80多人 就埋伏在212国道 穿干公路边的小树林里 同样害怕误伤 这伙人一律穿黑色的皮夹克 或者短上衣 没有多久 李代明买通的那个李红手下 偷偷从一个加油站打电话来 告知了车队的位置和车号 随后借过溜了 这边 李红他们三辆车手尾相连 打摇大摆 沿着公路开过来 李代明先派一人 装作公路维修人员去拦车 三辆车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能慢慢停下 他们刚刚在圆坪子附近停下来 埋伏在路边的李代明他们 立即向三辆车投掷了几十个自制炸弹 一连串的巨响后 毫无准备的李红他们被炸得哭爹喊娘 一瞬间就有十几人受伤 自制炸弹里面有大量铁砂和铁丝 受伤者多满身是血 血肉横飞 惨不忍睹 此时李代明的江油同乡 也是流氓的朱明文 廖天成周路贵等人慌慌张张的找到的 他们听到风声说是李红四处花钱找人 前后找了近百人准备三天后来抢李代明的矿 还要砍死你 李代明气愤无比 用力一拍大腿说 他妈的老子跟他拼了 就算倾家荡产也要他的命 李代明将多年混黑道的积蓄取出 让朱明文 廖天成 周路贵他们也去雇人 尽量多搞些枪支炸药来 准备火拼 李代明特别交代 这次不是打架教训李红 而是要他的命 所以不要找一般的小混混 要找那种两牢释放敢做大案的家伙 有了钱就容易办事 他们很快召集了八十多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刑满释放的暴力犯 为了钱什么都敢做 他们还搞来了大量自制火枪 和五连发猎枪 以及几十个自制炸药包合 自制炸弹若干 自制炸弹本来是开山用的 威力巨大 炸死炸伤人绝对没有问题 李代明却还嫌威力小 在里面混上了大量铁沙子和铁丝 目击者说 他们为防止哑炮失误 还安装了双雷管 这简单使用 威力巨大的土炸弹 共制造了二百余煤 这边李红已经找齐了一百多人 准备了猎枪 火药枪 砍刀 斧头 自制炸药等凶器 似乎人员装备比李代明还多 却没有战斗力 为什么呢 这次是李红轻敌了 有过上次李代明不敢还手的先例 李红认为他没什么用 是个软蛋 所以 这次李红并不是要去真的砍死李代明的 只是虚张声势 想要吓跑的 李红请的这些流氓 很多都是青川县的小混混 甚至是无业青年 其中一些人从来没打过架 还有一些甚至是来打工的农民 那这么这些人为什么跑来站台 就是为了一点小钱 李红许诺给他们每人二百元出厂费 这一百多人都是乌合之众 甚至互相多不认识 为了自己人避免误伤多给医药费 李红让他们都在胳膊上绑个白布 相比没什么文化的李红 李代明毕竟小干部出身 更狡猾一些 他花钱买通一个李红的手下 始终掌握着李红的动向 这个手下在10月17日上午告诉李代明 李红先请这些打手饱餐一顿 然后安排人租来一辆大客车和两辆中巴车 让全部人员上车 在车上李红给他们分发了刀枪和炸药包 准备杀向你的金矿 到了李红已经出发的消息时 李代明已经做了精心准备 他们制定了半路伏击李红一伙人的战术 李代明命令部下这群亡命徒先用炸药炸 然后用枪打 最后刀砍追击 如果敌人太强 那么就打了就跑 不能恋战 李代明这个家伙心思细密 甚至准备了伤员救护队和撤退时渡河的船只 李代明的目的就是砍死 至少砍残废李红 让他不敢再来搞事 为了这个目的 李代明倾家荡产悬赏很大 绝对不是李红抠门的只啃住200元 李代明宣布打死一人赏一万 打残一人给三千 砍死李红的另外有重赏 李代明还做手下思想工作 你们放心动手 李红这家伙是黑社会 被我们打了也不敢报警 没事的 就算他报警 我在县里很多朋友掏钱就可以摆平 于是李代明他们一伙80多人就埋伏在212国道 穿干公路边的小树林里 同样害怕误伤 这伙人一律穿黑色的皮夹克或者短上衣 没有多久 李代明买通的那个李红手下 偷偷从一个加油站打电话来 告知了车队的位置和车号 随后借过溜了 这边李红他们三辆车手尾相连 打摇大摆沿着公路开过来 李代明先派一人 装作公路维修人员去拦车 三辆车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得慢慢停下 他们刚刚在圆亭子附近停下来 埋伏在路边的李代明他们 立即向三辆车投掷了几十个自制炸弹 一连串的巨响后 毫无准备的李红他们被炸得哭爹喊娘 一瞬间就有十几人受伤 自制炸弹里面有大量铁砂和铁丝 受伤者多满身是血 血肉横飞 惨不忍睹 坐在最前面车上副驾驶位置的李红 当场被炸重伤 已经成为血人的李红 慌忙从车里爬出来 迎面遇到李代明 李红还没来得及求饶 李代明一声怒喝 几个手下上去就是一顿乱砍 手上的李红没法逃走 顿时被砍了几十刀 当场送命 被突然袭击 加上老大被杀 余下一百多撞声势的小弟 瞬间失去斗志 纷纷试图逃走 此时李代明他们一伙 已经杀红了眼 继续堵着车门 向里面投炸弹 这群人眼见就要完蛋 吓得屁滚尿流 只能从被炸碎的车窗里 跳车逃走 另外一些人 则吓得走动不得 纷纷钻到车下发抖 本来按照江湖规矩 一方既然逃走 另外一方就没必要赶紧杀绝 没想到李代明他们却依然不依不饶 一面对准他们开枪 一面挥舞砍刀猛追过去 这条公路两边不是悬崖 就是白龙江 前后都是李代明的人 根本无处可逃 逃跑的流氓们为了保命 不管不顾的冲入白龙江 此时正好赶上上游的闭口水电站 正放水发电 水流极为湍急 根本无法游泳 他们一些人不会游泳 一些人则被炸伤砍伤 眼见白龙江水流很急 他们都不敢往江中心走 不决集体下跪求饶 李代明一伙见了血杀了人 决定索性杀个通关 他们对准下跪的人 开枪投掷炸药 这些流氓为了避免被当场打死砍死 只能纷纷向江中游过去 李代明见仇人都被逼入江中冲走 这才心满意足的收兵 一些已经被打死或者重伤的李鸿打手 还横七竖八的躺在公路 李代明下令 不管死活 全部都扔进白龙江里 于是七八人被扔进江水中 瞬间就不见踪影 此时李鸿的尸体还躺在公路上 手脚都被砍断 全身被炸得血肉模糊 李代明对着李鸿尸体冷笑 你不是要开我躺的吗 来啊 随后李代明抄起一把砍刀 对准李鸿尸体肚子就是一刀 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肠子立即流了出来 他的打手们见李代明杀的兴起 不觉有些害怕 加上事情搞得太大了 恐怕难以收场 纷纷丢下凶器分散逃走 李代明随后也跑路 李走后 却留下了让整个四川震惊的大案 这次火拼 堪称四川有史以来最重大的黑社会火拼 除了李鸿和他的司机被当场打死以外 还有高达三十二人死于江中 受伤者无数 很多人终生残疾 死去的三十二人中只有十六具尸体被打捞上来 另外十六人失踪 估计是被江水冲到下游 有意思的是 做了惊天大案 事后却正如李代明说那样 居然没什么事 李代明只是躲在外地 案件就以当事人再逃为借口 长期挂起 当地人盛传 是李代明倾家拿出巨款打点 将这件事压住了 直到2001年 四川省公安厅厅长亲自过问此事 并于9月26日将李代明列为省厅 即通缉逃犯 才有所不同 青川县公安局在8月19日 以涉嫌聚重斗殴罪 将李代明列为网上逃犯 即便这样 李代明仍然潜逃长达十年之久 案发时 他的女儿才九岁 此时早已长达成人并且结婚 2011年10月 在参加完女儿婚礼后 已经年过六旬的李代明向警方自首 得知他自首后 其十多名同伙也相继自首 2014年12月30日公开宣判 对团伙主犯李代明等三人判死刑 三人判死刑缓期二年 四人判无期徒刑 其余被告人判处三年到十五年不等期徒刑